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百亿地黄一幅摺住一幅 单线面粉价每尺已经逼近2万元 这么矜贵的地段 就是政府近年积极发展的启德新区 想捉住这个投资机遇 就要主动出击了 启德新盘上进行 是第一崎区1毫地盘项目 提供667伙 互形多元化 由一房至四房都有 现在带大家参观一个 连庄周的两房示范单位 和大家看一房示范单位 政府的启动九龙东计划 想将启德、半塘和九龙湾一带 变身做新中环 成为香港第二个核心商业区 前景可以说是无可限量 政府也带头进驱启德 最早落户的有工业贸易大楼 旁边还在建税务大楼 和东九龙警察总部 既然项目更加一个接一个 当年的旧机场跑道 早就已经变成游轮码头 另外还有已经动工的启德体育园 预计2023年落成 到时相信会成为 举行国际体育盛事的场地 这一带的楼盘升值潜力相当惊人 啟德开卖第一个住宅项目到现在 但短短两年多 楼价已经翻升近一倍 租盘的客源亦都很广 暂时啟德区的租务货本量 大概有350个左右 每个月成交的需求量都很大 成交量每个月大概有七八十宗左右 去到刚入伙的时间 旺季的时间都过八宗 大部份的租客 亦都会是附近上班的人 九龙东、观塘、九龙湾 本身都是一个商业核心区 还有另一个主要客源 就是家庭客 啟德其实属于何文田34校网 可以选的名校 包括陈瑞琦那沙小学 协欣中学附属小学 聖罗沙学校等 中学就属于九龙城区 亦都有陪证中学等名校 想读国际学校亦都有选择 最近有九龙湾啟力学校 啟德交通亦都越来越成熟 楼盘旁边就是沙中线啟德站 以后啟用之后 过海去金钟站只需10分钟 担心市区居住环境密质质 上中营其中一个卖点就是在 啟德河旁 带大家飞去中上游看看 有没有觉得熟口熟面呢 啟德河的设计 其实是照着南韩首二住民景点清溪村 是全港第一条市区陆化河道走廊 啟德河经过活发之后 加入了很多陆化元素 成为市区重要的休息空间 市民可以沿着河边 一边散步一边欣赏河境 上进行旁边的下游河段 更会发展成河半公园 提供更多陆化空间 又行设施又怎样少呢 附近还有啟德跑道公园 是吹吹海风的好地方 如果想逛街买东西 九龙湾德福广场 绝对是最好的选择 还有汽园 由楼盘到这里 车程都只是10分钟左右 若然不够后 还可以去MegaBoss 約朋友一起留冰都可以 若要满足基本生活所需 上进行的住户 可以行大约10分钟 去到附近的晴朗屋邨商场 有不少民生商店 商场里面还有晴朗街市 限时可以煮几尾 都网财经记者何善迎报道